周济鸿自己估计也没想到 自己刚刚新官上任没几天 就借着全红蝉的东风标上了热搜 成为了一名妥妥的网红 现在网络上一搜周济鸿这个名字 那是妥妥的一个亲夫所指 骂声一片 话说回来 周济鸿真的存在某些问题吗 无风不起浪 空穴不来风 诸位仔细听听他的言语 真的是闻者愤怒 听者郁闷 全红蝉实际上水平也非常高 我也不认为说 因为他这一场是第二名次 好像就觉得他的水平 是好像有高有低 我认为也很完美 能跳成这样 我都认为也很完美了 全红蝉实际上水平也非常高 可能他今天是二续冠军 每天再有一个月 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你还敢说周济鸿一点问题没有吗 其实提起周济鸿的名字 在中国体坛绝对是如雷贯 他之所以被称为 国家跳水队的铁娘子 肯定他的功绩 跟少万派的上这个称号 可以说周济鸿为我国的跳水事业奉献了一生 他不仅把跳水皇后郭晶晶 送上了国际裁判席的位置 更是铁腕智君 把奉命一时的奥运冠军田亮 踢出了国家队 也曾慧眼石珠 理推全红蝉参加东京奥运会 中国跳水如果没有周济鸿 可以说是发展至少要推迟十年 周济鸿一手振兴了中国跳水 在他的领导下 中国跳水在国际上声明确起 跳水技能更是无人与其争锋 这所有一切跟周济鸿的领导密不可分 如今周济鸿一年进花甲 却仍然领导国家跳水队奋斗在国际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 依然是他领队出征 可以说中国跳水队目前是离不开周济鸿的 所以即使现在民怨沸腾 周济鸿负面消息缠身 依然可以出席活动稳居思维 可以说他是有恃无恐 对于自己前半生经历的坎坷曲折 眼前的小波兰大概也见不起什么水花 周济鸿早期的运动生涯 可以说是一帆风水 原本跟陈玉希一样 早期学习的是在体操领域 但后期改练跳水后 却如有神主 夺得全国跳水大赛后 直接晋级国家队 并在第二年就顺利参加了奥运会 那一年的周济鸿真的是状态绝佳 以435.51分的成绩 强势夺得了当年奥运会女子史米塔的冠军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跳水奥运冠军的第一人 可想而知 他在当时的中国体坛 将掀起何等的惊涛骇浪 他的荣誉也将永远硬刻在中国的奥运功绩部上 不过说句题外话 周济鸿这水花 真的跟全红蝉的没法比 全红蝉如果生在那个时代 可以想象他的水花消失数 将是何等的惊世骇俗 获得奥运冠军后的周济鸿 没过多久就退役去追寻了爱情 等他临危受命回来接手跳水队时 就开启了他曲折挑战的领队生涯 1998年的中国跳水队 第一次遭遇惨败 于世锦赛上竟然一枚金牌也未获得 国家队一度到了濒临结散的境地 如此困局 换个人应该远离才是 但周济鸿当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 依然挑起了国家领队的重担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通过悉心指导跟他的严格管理 国家队终于得以脱胎换过 在2011年于上海举办的世锦赛上 周济鸿带领的跳水运动剑儿 于大赛上一举夺得了所有项目的十枚金牌 这个成绩不单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更是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 成为了历届世锦赛上第一支 获得大满贯的国家代表队 这个成绩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 从此 中国跳水队被称作跳水梦之队 而周济鸿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梦之队的最大功臣 由此可见 周济鸿对国家跳水的贡献确实巨大 身为运动员时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奥运辉煌记录 身为国家跳水领队 也带领着整支跳水队步入辉煌 说到这里 我也不由地对他肃然起敬 周济鸿作为领队以来 已带领国家队参加过五届的奥运会比赛 每一届都会为国家带回来数枚的奥运金牌 这些金牌的背后 有着运动健而努力拼捕的汗水 也有周济鸿背后的领导跟严格管理 于这一点 他功不可没 可是自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后 风向似乎发生了转变 2020年的全国跳水大赛 及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 初出茅庐的全红禅 击败一众的世界冠军 强势夺冠后进入国家队 周济鸿看着眼前这个顶着一头黄毛的青色小丫头 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具备的冠军前指 在周济鸿的悉心调教跟指导下 全红禅的技能得到飞速提升 再加上他本身具有的天赋跟努力 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全红禅终于一跳成名 不负重蟒 成功登上了奥运冠军的最高领奖台 说到这里 并不想为周济鸿辩白什么 周济鸿从一名跳水运动员 走到如今的地位 其中经历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 不管外界现在对他的评价如何 毫无疑问 他一把自己的一生 全都奉献给了我国跳水事业 如今他已经花甲之年 胜任了国家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主任一职 正是对他这些年 为我国的体育发展做出贡献的最好肯定 近些年 因着草根全红蝉再跳水界的崛起 触碰到了部分人的核心利益 所以全红蝉在场上场下 都遭遇了排斥打压 这在任何领域都是尝试 但因全红蝉的热度实在过高 所以现在有大批民众都在关注此事 而身为领队的周济鸿 更是成为矛头的指向者 孰是孰非 大众心里自有一杆称 所谓的善恶中有报 我们拭目以待